不少人創業都喜歡搞搞新意思 大葛咀有間新開的漢堡包店 和大家平時吃開的很不同 小店特意用冬甩去做漢堡 全香港就應該只有他們才有 這邊是一間冬甩的漢堡店 我們用冬甩的皮來做漢堡的上下層 就是一個外賣形式來做一個生命的漢堡 概念是我們在外國也見過的 但在香港暫時就比較少見 我們想做一個先行者 用一個Winock的精神 我們不斷嘗試試不同的配搭 我們也會加上一些本利化的配料 希望創造出我們香港人獨有的漢堡 就成立了一個Bettonia Burger 讓人們嘗試一些超越普通Berger的味道 到底怎樣超越 當然由食材開始做起了 我們牛餅會是即叫即做的 都是會每日新鮮的手打出來 和我們自己會調味 先煎牛肉 之後就會同時間都會烘麵包 令到它有內脆外軟的口感 然後就會加上我們的特色點的食材 就是棉花糖或是珍珠 還有一些材料 然後放進去 還有我們的醬汁都是自在地的 甜甜的 有一點新辣味的醬汁 因為棉花糖其實比較散 我們倒入醬汁之後 它們會比較黏身 放進去Berger 我們就會再燒燒它 用BBQ那種感覺 大家可以吃到不同層次 更加昇華的味道 還有另一款叫做珍珠雞 一樣猜不到它這麼有創意 珍珠其實大家可能喝珍珠也試過 其實是不可以放過的東西 都是我們每日新鮮的去做 炸雞方面的話 之前我們會先醃一隻雞 這個畫是會醃超過10小時或以上的 才會醃得夠味 讓客人可以試到 冬粒麵包香軟 夾著脆皮炸雞和煙韌的珍珠 配搭前所未見 小食亦有心思 用上自家調配的色色粉 再加上多款野味的醬汁 配搭補包一流 其實這裏的街坊 都會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無論是有大有小 外國人還是地區 都有想嘗試這個心 都有些回頭客 我們短短開試業了一個星期多點 其實都已經有熟悉的面紅回來 證明了這個配搭其實都蠻成功 冬粒漢堡包又鹹又甜 加上配料多重口感 吃吃蟹又多有趣 如果有興趣試試新的東西 就不要錯過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下個鐘小鐘 記得按下個小鐘 如果ieu